表现表现,你信不信我可以预测你都收死了 啥?你怕不是神棍副祠的吧 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这种玄学我才不信了 当时有的东西你可能不得不信 各种创作人性小孩的命运事件就是最好的形式 你看,我手上这本就是收死簿 可以预测收死,而且已经预测无法改变 小白妹你太明信了吧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哪有人信什么算命呢 科学的技能是玄学,来表现,可以算一卦 乾坤八卦是全杀,咦,居然是被一屁股做死啊 别说了,你这个是假的吧 这里就我和你,你哪里能够一屁股做得死我呀 对啊,这我收死簿从来没有出错过 我看啊,就是一本破书 什么东西砸我脸了 大家我刚刚听到了,你是被一只猴子一屁股做死的 哈,这光天化日的天上哪来的猴子呀 迷你世界女子排球大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要去这家练习,这次肯定能够冠军 不,你生生大人,小的有要事 你跟进洞 不可能,这一定是意外 小白妹你再遇见一次,我就不信这东西那么邪门 好吧,风水有名附伍在天 你还是被烫死啊 呵,那我就是水里待着 我呢,看看在水里玩怎么被烫死 最近玩家都不来下矿了 这些矿石买着,还不如我挖了 太精通通挖掉挖掉 妈呀,火山噴发了,快跑啊 这里不仅有水,而且死够深 根本就没可能烫死我 除非这水里冒原浆 嘿嘿,痛 这水里为什么会冒原浆啊 啊,这也太迷惑了吧 小白妹,是不是你在整我 而且我都跟你说了 上次有名附伍在天 而且生死不被预测了就无法改变 事命就得让 我不服,你再帮我预测预测 好嘞,水龙飞行看成善 一重蝉是一重罐 不幸运是被淹死的 简是淹死的,那肯定要有水 我就直接去空岛 总不能够海啸卷到空岛上吧 就这里了 空岛商人都在这里 肯定嘎嘎安全 啊对了,看看有没有瓶子嘛 要是真的有水,我还能够装起来 没有? 刷新一下 或许啊,这空岛商人 居然连个瓶子都没有 还坑了我十个星星 臭黑商民怎么做生意的 敢挑衅我您是第一个 你要禁锢 妈呀,你空岛商人 啥时候学的魔法呀 不要啊,我还没有开始操作呢 难道被生死不预测的生死 真的就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了吗 小姐,说不定只要你命令 他命对你就没用呢 有道理哦,再来一次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他叫我十分支持你 那你后 小姐,你是被人伤着死的 什么,居然没有暗杀我的人 不行,我得准备准备 拿上我的加特林 然后再找一块好地方 这里不太凶 地形不利于我观察敌人 这里也不行 容易被下方的敌人偷袭 而且总感觉怪怪的哦 这个地方就很不错 现在我有加特林在手 而且这四周四野开阔 谁爱我这打谁 根本不可能被暗杀 果然只要命运就能够改变命运 哎呀呀呀 发现什么了 我怎么掉下去了 这究竟是谁暗杀了我呀 难道命运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吗 我想是不能改变的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是谁暗杀了一下吗 小伙伴们